兔威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近日,有媒体报道,以色列大批导弹呼啸升空,叙利亚遭到了猛烈的空袭,在叙利亚的伊朗军队损失惨重。 随后以色列警告伊朗战争随时可能爆发,在叙利军会彻底陷入到致命危险中,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在伊朗这次被导弹打击,美俄两国态度这一次竟然罕见一致。 而且令人惊奇的是,俄罗斯在这次以伊冲突后选择了沉默,默认了对伊的打击。 有观察家就认为,这次以色列的导弹西城战和俄国的末世,实际上就看出,叙利亚内战的各方,并不是经未分明的,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 俄军虽然在许部署了S400系统,但如何使用依然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,俄军在此前与以色列达成协议,以色列不会攻击再许俄军,俄军也是一样不会攻击以色列,所以才会有S400,没有拦截一枚以军导弹的现象。 图为S400系统从能力上来说,俄军在许部署的S400,绝对,是最为先进的防空系统,这是由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的研发龙头安泰设计局研发,导弹的原型是S300PMU-3,安泰设计局升级了雷达系统,重新设计了弹体,升级过后的版本就是S400系统。 作为俄罗斯国土防空的核心利器,S400系统的辅助系统,算是最大的一个亮点,为了应付美军的电子战飞机和反辐射导弹,一个S400导弹营会装备一个记者翼,行电子对抗系统,只要有敌机或者导弹过来,记者翼就会发出指令,关闭导弹的雷达,并且反发射干扰波,迷惑敌人。 图为S400系统在雷达方面,S400使用的雷达可以有四个波段,一共有五部雷达设备,涵盖了高中第三个区域,在作战时可以探测600公里外的敌军,并且同时可以跟踪300个目标,需要拦截敌人的时候,是能够同时引导48枚导弹拦截48个目标。 从雷达的性能上来说,S400已经远超爱国者系统了,如果记者翼系统是S400系统最强的盾牌,雷达是最强的眼睛,那么其最强的长矛,就应该是40N6导弹,就是这型导弹使S400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力气。 40N6在发射后,最远可以达到400公里外的目标,而且最高可以在同温层机毁来袭的目标,是具备拦截所有的弹道导弹的能力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